这里不是国外 它是中国新疆106星街 这里有充满俄罗斯风情的建筑 厕所都秀得这么好看 有令人嘴馋的美食 超好吃 又酥又脆又香 有寻常百姓的市井生活 还有天真可爱的孩子 你几岁了 八十了 你好 你好 旅游来了吗 对 旅游来了 从哪来的 四川 嗯 你们就是本地人对吗 对 两个小孩 嗯 再见 再见 你好 看点笑了 每天你都带他来这里 我们住这地方 那你是几个小孩 两个 二十八岁了 你们是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的眼睛都很深邃 甜食蛋糕店 有一些居民把西瓜鸡蛋囊摆在门口送卖 三公斤 三公斤十块钱 在这个占地面积只有47公斤的街区 现居住着汉 哈萨克 茴 维吾尔 俄罗斯等七八个民族的居民 街头那些普通的人间烟火 最能抚慰人心 师傅的手动作好麻利啊 我去吃福了新疆地 哈哈 这一个能烤多少个能啊 二十 二百个 二百 这卖多少钱一个 三块 所有的都三块一个 这个肠的看起来很好吃很香 然后卖相特别好 可以微信吗 微信可以吗 好 哇这个超好吃 刚烤的又香又脆又酥 太好吃了 六星街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由德国人规划设计 有六条主干道从中心向外辐射 空中俯瞰形如蜘蛛网一般 这种形式布局的街巷在国内十分罕见 而且目前只有西方少数几个国家尚有留存 大家都知道八卦城是八条街 这个六星街呢它是六条街 也可以说叫六卦城 保留的非常多的那种原始的面貌 很多以前那种老房子非常有特色 进入六星街里面 这边也算是一个景区 是不能开车进来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多 这个点的话游客不是特别多 咱们能看到街上有好多房子 都装点的特别漂亮 被刷成了蓝色的大门 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窗户超美 这儿好美啊 这儿还可以坐着喝茶 喝咖啡吃冰淇淋 六星街的建筑风格 最早是被俄罗斯人引领的 因为当时来到伊林的俄罗斯人 大部分居住在这片街区 所以这里的房屋建筑 都带有俄罗斯民族风格 斜坡屋顶 雕花装饰了窗框 人质型门囊 和俄罗斯蓝色调 这些都是刷成蓝色了 超好看 在东正教堂旁边的俄罗斯墓地 埋葬着100多年来 在伊林去世的俄罗斯人 以及少量俄罗斯族家族 汉族 但大部分老墓碑都被砸毁了 在教堂的另一侧 有一家市居的俄罗斯族 男主人叫亚历三大 希尔盖维奇 扎主林 他经营着一家手风型博物馆 这儿就是六星街民俗文化陈列馆 非常有名的亚历三大手风型 珍藏纪念馆也是在这里边 注意时间 中午来的话下班了 门票30块钱 刚买的票 要买票才能进来参观哦 馆内收藏着800余价手风型 这都是他在世界各地收集而来 并且有些跨年代久远 如果足够幸运 还能听到他亲自演奏 伊林本地的俄罗斯族来源比较复杂 有很早一批来自经商的俄国商人后代 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白俄难民后代 有被斯大林驱逐回国的华侨家属 也有苏联红军后代 不管他们的祖先因何而来 如今他们都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 六星街 见证了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相融合的共生现象 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观光旅游 文化展示的示范街区 普通老百姓的民族生活 就是这里最好的名片